嗨 大家好 我是阿薛 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幹嘛呢 我們今天要用Microblocks來寫程式 好不好 上次呢 我沒有仔細介紹這片板子 這片板子其實是ESP32的板子 好不好 然後下面是它的擴充板 然後我們上次用的燈是這顆 這顆C12的角位 好不好 然後呢 其實這整個板子裡面 有三顆燈 然後呢 其實我們就要用這顆 燈環 也就是LED燈 然後它的角位是IO17 當然了 大家一定覺得一顆燈不夠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準備了 8顆燈的燈條 對 它一樣是跟剛才一樣的燈 只是變8顆 然後當然了 其實大家還是可以看到這個燈環 就是這麼多顆的一個環 但是呢 這個是要用燈的 所以我們今天沒要用這個 然後呢 我來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三條線 對 我來教它這邊怎麼接齁 來 大家翻過來看 這邊 這個五幅的就是我們的正極 然後這個DIN就是我們的訊號 然後這個GND就是我們的負極 好不好 然後大家對過來 大家仔細看 這裡有一個黑色 紅色 還有黃色 然後這個黑色呢 就是我們的負極 然後這個紅色就是我們的正極 這個黃色是我們的訊號 好不好 然後 就對著剛才我講的這些 然後就可以把它接上去 來吧 然後紅色這一條是 這樣 OK 哇 這邊已經接完了 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邊它就會變成這樣的 燈瓢 當然了 我們現在就要 注意 這邊要先拔掉這個電源 才要這些這些東西 那我們現在要開啟電源 好吧 這是之前弄的 所以就不要管它了 好吧 我們現在就來開始寫程式 然後我們現在來用這個程式的部分 然後我們可以用滑鼠的鼠標往下拉 拉到我們的燈條模組 對 大家還記得我們這顆燈是17 表位 好不好 然後這邊跟大家聲明一下 我來一下 因為這個我們這邊是拉出來就17 但是不一定每個人拉出來都是17 大家回去看一下 就是要把它調成17才會是這顆燈 好 然後這個燈數就是一顆 對 然後這邊接下來是我們的亮度 當然大家建議如果不要眼睛被刺到的話 就直接調5 但是因為我這個要拍對不對 但是我之前試過就是它會太亮 所以我們這邊調1就好 然後接著這邊可以調這個顏色 設置顏色的部分 然後它會從零開始 然後一顆一顆往上數 所以調個紅色 好 讓它稍微看看 但是其實這邊一定要加這個 不然它就會跟現在這個畫面是一樣的 來把它燒進去看看吧 然後這邊跟大家聲明一下 其實這個呢 有沒有 這個是我們這一片版的 其實是我們上次用的 所以大家其實不用再更新軟體一次 對 直接連就好了 好 開始囉 好 大家看一下這邊其實也有兩顆 當然呢 我們今天就要用這八顆燈 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把它變成彩虹吧 對 然後這邊 其實彩虹只有7顆燈對不對 所以最後一顆燈我們來用白色的 好 這邊其實這些東西 這些燈的顏色 這些燈的顏色都可以 但是在自己來玩 好 好 開始囉 對 然後其實大家其實可以 不要 就是不要把這些刪掉 如果你還要亮這顆燈的話 然後這些顏色也是可以自己蓋 好 我們就把它放著 然後 這邊可以直接開始 對 一樣要先設置 然後我們這八顆燈的角位是4 大家要記得囉 然後 一樣是8顆燈 來吧 然後這一定要自己調 然後 一樣 這邊一定要先設置亮度 這是一定要的順序 對 要養成好習慣 對 要養成好習慣 來吧 對 我們第一顆燈就是紅嘛 紅 橙 黃 綠 藍 電子 這就不用改 橙 橙 黃 橙 黃 然後藍藍就覺得 喔 它有變色嗎 其實有 但是只是太不明顯 這應該就比較強烈一點 就是至少要分啦 就是你可能不要這樣子 像這樣 這樣其實在上面 其實有點看不太出來 對 好 然後這個電的部分我是覺得是 應該是這個顏色 我不確定 這應該是類似這個顏色 吧 來 我們來選擇這個顏色 這應該是電吧 盡量要讓它顏色不一樣 然後 最後一顆是白色的 好吧 那我現在這邊都已經寫完了 對 最重要的還是要先把這個 加上去 不然大家一定看好像是空的 好 這樣可以進去 這樣它這9顆燈都會亮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我們這邊可以直接 燒了 來囉 再看一下齁 它還是長這樣 再這樣比較清楚一下 比較清楚 紅橙 黃 綠藍 電子 還有白色 對 這邊一樣是紅色 當然呢 其實這樣已經吧 這個程式 這個彩虹的程式已經做完了 當然呢 大家 如果還想要寫新的程式的話 一定想說為什麼 那這個可不可以存起來 可以的 好不好 對 大家一定要記得存 不然就更愧一愧了 來吧 這邊就是要按這個檔案 那這兩個 三個都比較暗 因為這個存存專案 可能存到不知道哪裡 這邊直接按另存專案就好 然後這邊可能就是 改個名字 好不好 然後這邊就變成 Videos 沒有 這邊就改個名字 大家想要什麼名字就是什麼名字 像這邊可能想要 然後Light Tue 好不好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按存檔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這邊 教大家一下要怎麼 讓這些東西都不見 就是先把這些東西丟掉 然後呢 這邊就把它上傳了 那大家已經想說 誒 這邊怎麼還沒有怎麼樣 對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把這個 把它拔掉 然後再重新接上去 有沒有 它這個東西都不見了 哇 對 那這些東西都不見了 然後大家想說 誒 它要怎麼叫回來 沒有關錯 這邊直接開啟舊檔 然後這邊就直接按yes 然後我們該是Light Tue對不對 然後直接拉進來 那就好了 對 大家應該要把這些 我專案的文件 都把它 儲存到新的資料夾 這樣比較好 對 要審視出過 然後我再上傳一次給大家看 一樣的步驟 有沒有 一樣有燈 然後 這次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我喜歡這支影片 這樣喜歡 更喜歡就分享 並且訂閱阿勳的頻道 然後這個系列 我還是會持續做下去 如果大家還想看什麼 程式題材啦 就是可以以下留言好不好 好嗎 然後 大家幫我按個讚 拜託 好吧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拜拜